這個遊戲名字叫 召喚 肥仔 召喚你們 昨天晚上 廢棄的房子出現了一個殺手 在我們的社區 犯罪現場 已經被完全清潔了 然後 偵探 偵探完全沒有 接到什麼證據什麼的 然後 主角 工作的安全保全公司 被固來監控這個犯罪現場 蛤? 今天是他的第一個值班日 他不信這些恐怖的東西 他以為會鬧鬼 他才不管 因為發生了這種恐怖的殺人事件 公車也沒有再經過這個地方了 然後 來 讓我們開始吧 值班囉 Wii 這間喔 這怎麼 怎麼按東西啊 哪一間啊 這是廢區了啊這裡 這個 也不對 讀取是哪一粒啊 媽的咧 這邊有很多失蹤的人 最近 我的名字叫莫菲 我不要讀這邊的舊報紙 都是一些壞消息 聲音好棒 這個社區沒有公車在跑啦 啊我上班都要走路了 噴死了 我甚至不 這裡根本就沒有公車 我好苦喔 我自己也沒有車嗎 對嗎 有人在裡面了嘛 有啊 這人好小喔 嗨 華特 我以為我 的這一班永遠不會有人來接班 我必須說 蛤 我必須說 我不羨慕你 來上夜班 因為夜班通常大家會覺得說 喔 沒什麼事嘛 對不對 可以混著混著自己度時間 但是 他一點都不羨慕 我發誓 我一直看到奇怪的女人 在角落出現 我的眼睛 沒有啦 跟你開玩笑的啦 呵呵 我差點就在那邊待到睡著了 什麼事也沒有 然後犯罪現場在樓上 嗯 哼 就在你的崗位旁邊 跟你一樣都在樓上就對了 你的崗位有一些監視器可以看 反正他就提醒我一些必要的事情了 你要記得 你一定要檢查監視器 然後 當 第一個 鐘響 又要 去巡邏房子 不要讓這個地方害到你 你要小心點 我有發現一些證據關於 這個英文是什麼意思 不過 我 我不保證 他會出現在我們值班的時候 有一些什麼壞人出現啊 祝你好運啊 他說第一個鐘聲要下來巡邏 然後 到第二個鐘聲再上去監控啊 會有流浪漢出現 好多笨子 房子好大喔 這音樂好爛喔 這邊真的沒什麼東西耶 呃 一些 被打碎的 中國磁器很貴吧 反正都已經爛光了 角色能不能跑啊 可以跑 不會跑 很難操作耶 有鬼出來我怎麼跑 哇 下去就死了吧 走不下去了 是嗎 這些櫃子裡面都裝滿了 什麼啊 啤酒品牌還是什麼啊 我怎麼聽不懂 看不懂啊 奇怪 整個冰箱都封死了 也許是他不想被打開吧 蛤 看來有一個老舊紙條在這邊 看不太清楚 上面寫著 好險我找到了這個地方 外面 快要有暴風雨了 可以躲 如果在 睡到那個垃圾堆裡面 我一定會瘋掉 那個沙發 看起來非常的舒服 我要睡在那個沙發上面了 那個流浪漢在這邊 沙發上睡覺的時候很舒服 不過 他聽到了樓上有人很重的腳步聲 然後不知道在墮腳 怎樣的 在樓上 走來走去 然後門還會 還有人在鬼笑 甚至 我還聽到尖叫聲 外面的暴風雨還很大 我身上帶著刀子 如果有人要來突襲我 我一定會用刀子 突死他 哈哈哈哈 我要躲在 我要站在房子的角落 只要那個人 在樓上不要下來 就沒有任何問題 不過 我要承認 我怕得要死 這是之前的人寫的 沒關係吧 他不是說是走一走嗎 搜索啦 蛤 一個老電話 嗯 接什麼 他們打來 我接了電話 這個就是 剛剛 隊員說的 大鐘 而且他竟然還在運作 這是那個流浪漢的沙發 他們打來我接電話 怎麼不能做啊 沙發不能做耶 搞什麼 空書櫃 怎麼推啊 他們召喚 我回應 二樓吧 二樓開始有一些十字架之類的 不知道這是為什麼 但是 我不喜歡這面鏡子 電器 上面有 錄影帶的播放器 好像沒什麼狀況的東西嘛 應該去看一下監視器啊 這裡嗎 看個紙條啊 這是老闆的紙條 記得啊 莫非 來到 頂 來到二樓第一件事 第一個小時 你一定要檢查監視器 讓你聽到鐘響 就去巡邏房子 不要試著睡著 好 好 我去看看啊 這沒什麼東西吧 欸?這裡嗎? 欸?是這個沙發才對啦 流浪和沙發 看起來狀況非常的好 也許我可以在上面偷睡一下 哈哈哈 老闆才叫他不要睡 老路你等一下可以上去看 我把我自己鎖在這個房間裡面 那個東西從樓上下來了 我聽到他到處衝來衝去 從廚房衝到客廳 我知道他就知道我在房間裡面 都是因為我不小心睡著了 當我突然醒來 我感覺好像被監視著 我的眼睛已經適應黑暗 然後我看到了 他就從 從房子門口空隙看進來 直直的盯著我 恐怖的笑容 在他的臉上 他非常的高 然後甚至要彎腰他才能 就是 從門那邊彎下來看 從門那邊彎下來看 我看到他恐怖 的 瘦得像骨頭的 手指 拿起來 然後慢慢的 他親身 對我親身吸引 去誰叫 I don't believe I ever will again If I survive this night 媽的 我絕對不相信我看到什麼 如果我能夠活的 活過這個夜晚 去誰叫 可以嗎 嗚 不是死人骨頭嗎 蛤 哈哈 看得好痛喔 他哭了 他不是已經是死人了嗎 這什麼爛錄影帶啊 誰錄的啊 欸 十字架反過來了欸 這地方正在發生恐怖的事情 那個什麼 好 命案現場 隔壁就是我的監視 監視房間 我的同事有講嗎 不知道 現在 還不用監視 找出看看啊 這也有鏡子耶 抽屜裡面沒有任何東西 但是在鏡子上 我看見的 他自己的臉照在鏡子上面 他在那邊諷刺自己說 他的臉長得像食屍鬼一樣 他現在只是想睡覺而已 但是他要職業班 胡說八道什麼 這是老舊新聞 關於15年前 上面有一張 這棟房子15年前的照片 然後字都快 糊光了 看不太清楚 然後 上面有個大大的標題 大屠殺屋 有12具屍體在這邊被發現 小孩 男人 女人 大部分都 屍體都在地下室 然後 地下室被封死 這家屋子的主人 瑪莎 下面就看不到字了 嗯 也許是這個地方15年前的一些 什麼恐怖傳說之類的吧 這個屋子一直以來都有人死 八蛋 我活得過去嗎 下面來自下面的聲音 一八三角 幹嘛這要下去啊 這個洞可以前往地下室 我想我好像看到什麼東西 讓我仔細的再看看 啊幹完蛋 謝謝各位我要下去了 真的要下去嗎 靠北 有鬼在後面 哇 你放輕鬆點啊 看起來你好像看到鬼了 我想你應該要回家睡一下了 你的值班結束了 先讓你離開吧 欸 我已經值了12個小時喔 十二小時 那那個同事不是要掛了嗎 裡面有鬼欸 沒有鬼在這邊 所以你正在 監控那間房子 就在街道的鏡頭 你有看到任何恐怖的東西嗎 怪異的 呃 我知道你有 你很幸運能夠看到隔天的陽光 我還要進去喔 我不想在這邊上班欸 他怎麼都沒事啊 你來這邊幹嘛 喔已經12個小時了喔 我來換班囉 他這邊時間好像變得有點模糊喔 反正不管如何 一天過一天 可是我直接睡啊 我要在這邊值幾天的班啊 欸 這邊怎麼可以進啊 等等喔 去看錄影帶 喔 歡迎來到 找新聞 找成新聞 特殊的調查 回報關於 這邊的都市傳說 今天晚上我們就要進入 最有名的大屠殺屋裡面 調查真相 就是這間屋子 有女人被在這邊殺死 然後折磨 有一堆人死在這裡 有傳說說 受害者還在這個房子裡面 然後 怎樣怨靈喔 你怎麼 你怎麼出去啊 門不見了 救命啊 喔 哇靠 他被那個鬼給 掰開了欸 哇打發 我看一下這邊 馬桶 我才不要把手伸進馬桶裡面 每個那個恐怖遊戲主角都這樣講 這邊水龍頭壞了 水管壞了 這邊很髒 淋浴室 有一大堆黑頭髮 卡在那個水管裡面 卡在那個水管裡面 如果你讀到這張紙條 拜託幫幫我 這間房子的主人 並不是你所看到的樣子 那個女的邀請我 還有其他的人進來這棟房子 她外表善良 但實際上並不善良 她把我們所有人都困在這裡 她用善良老女人的外表 一直當作偽裝然後欺騙我們 把我們全部困在這邊 請趕快聯絡當地的警方 拜託請趕快聯絡 當地的警方 我的名字是 拉法 然後我一直被控制著 不是 其實這個是地址 拜託救救我們 這是要監控還是要巡邏啊 我 我 我不知道 快跑啊 出去欸 發覺會切到 欸有鬼 欸 屁股 屁股 快跑 呃 怎麼在海洋後面 你好啊 啊是不是這個啊 等等喔 看來好像有一個小的 開關在畫的後面 喔 他的密室啊 瑪莎 欸欸欸欸欸欸 欸 等等喔 還沒準備好喔 這是那個鎖著的房間嗎 這邊是出去 我 我被困在這個房間 已經過了至少三個禮拜 沒有人來救我 而且最糟的是 我聽到走廊那邊 一直傳來尖叫聲 代表其他人 承受的比我 更 恐怖的命運 我敢保證我一定不會活著離開這裡 如果我能夠製造一些 分心 分開他們注意力的事情 也許我可以救到其他人的命 那些被折磨的人 不過我很害怕我會是下一個被帶去折磨的 在地下室下面 沒有人回來過 那個女的把地下室的出入口門 藏在 櫃子後面 她會確定沒有人能逃得出來 她要確定保護自己的秘密 嗯 嗯 也許我應該去找一下地下室的門喔 呵呵 喔 這就是有老舊的階梯在這裡 可以前往地下室 我應該 等待我的同事到了之後 再下去 或者保險起見 就是保險起見不會發生什麼奇怪的事 好 好可怕 我聞到什麼東西在燒啊 超殺小 超殺小 WTF WTF 我是做夢還是死啦 做夢啦我已經到家了啦 奇怪我感覺我好虛弱 第三天 我今天就是要找華特一起去地下室了啦 其實基本上我已經是個死人了啦 靈魂在那邊被攻擊了 跟那個血性的一樣來到一個暴風雨的夜晚 阿我的同事咧 阿我的同事咧 他媽我有嘛 誰瘋的啊 我同事完全不在 搞什麼 是哪裏啊 他在這邊他要來了 聲音從地下發出 我看到這個人 我看到這個人 上來 從地下室上來 他的臉整個燒爛 他穿的好像 什麼爛衣服啊 我覺得那個衣服原本是 醫生的衣服 他好像在為了某些事情悲傷 他好像是 做錯了什麼事 又或者是被 被人背叛 之類的 WTF 迷魂狀態 你們知道嗎 在二樓啊 欸 怎麼了啊 幹 音樂咧 拜託 我到現在都 沒有想過 要找我同事 我現在 黑到不行 在這個地下道 到底是怎麼 怎麼活著出去啊 他死了 但是他還在這裡 還是在說女主人吧 瑪莎 這怎麼有 老舊的IV machine是什麼 IV是什麼 塑射器喔 下點梯 這好多籠子喔 WTF 他就只是站在那邊 他的臉上 刻著笑容 然後 眼睛的位置 只剩下兩個黑洞 我不用理吧 我回應嗎 什麼字啊 地下是殺小 他嘴巴裡面有一把鑰匙 甚至都不知道這個鑰匙是要開哪裡啊 我要上去嗎 遊戲到達這個階段之後怎麼黑成這樣啊 我怕我衝太快會不會撞到鬼啊 GO 快到 所以說是地下室怎麼那麼多 洞啊 小型台 斷頭台 我沒辦法想像這邊曾經發生什麼事情 獨自一個人待在這裡 有各種折磨 虐人道具耶 是把人家拉長的 而且死了好多人的感覺 斷頭台在這邊啊 竟然還在滴血 欸 怎麼還有干屍在這裡啊 之前搜索的時候都沒有下地下室喔 這些干屍在這邊已經放了超久一段時間了 而且有滴血代表是不是我們的同事華特在這邊被人家斬了 血處女 裡面都是血 沒有路 有路我就進 發電機壞了 誰打爛的 這個地下這一塊一塊那是什麼鬼啊 好多喔 好多喔 超濃起司 沒條路 突然碰到華特 他沒有上去嗎 他說我是對的 這個地方有某種不對勁的東西 不過現在太晚了 他已經來到這裡 華特 我飛快跑喔 哇 哇 哇 靠 我倒了 華特被北斗神拳打到了 這樣都是華特的血 可以成這樣我要怎麼跑 靠北 欸 到底是作夢還是真的 可是我身上有血欸 我又回到了家 某些事情不對勁 嗯 到底在幹嘛啊這個 嗯 What the 這邊的寶拳失蹤之後 莫菲跟華特兩個全部失蹤 傳聞 傳聞就像野火一樣傳出去 然後官方的公告是說 他們因為幫派的槍戰然後死掉了之類的 看 但是 活在這個條街上的居民們知道發生這種事情 就是說被鬼抓走了 哈哈哈哈 那個什麼大謀殺屋 他們現在也有更多的犧牲者 這間屋子一直還是不停發出 尖叫聲 求救聲 在晚上的時候跟哭聲 他們還在繼續尋找出口逃脫 這邊包含了很多其他被詛咒的靈魂 不過這邊是沒有出口的 這個案件還在公開整版 他們好像最後還有人來這間房子繼續尋找 不過 再也沒有找到地下室的那個通道欸 就等於是 消失了這樣 這個 主角到最後能夠逃得出去的嗎 如果不碰到鬼的話 他逃出來之後主角就說 我直接貪倒在街上 然後看著那棟房子 就是燃燒大火 我不瞭解 這一切所有的事情到底發生了什麼 在這棟房子裡面 不過我感覺 這是這邪惡地方 唯一一個 最好的解決的辦法 就是把這邊全燒了 附近堆滿了 要看熱鬧的人 很快就擠滿人 我聽到了警車 到來 然後 很快就失去了意識 主角已經在驚嚇中 就是那種極限疲勞了 不過我並沒有恐慌 甚至沒有害怕過 感受到了這房子這一切的這些暴力啊 血腥啊 在這個房子的牆上 就是說他這一切經歷啦 給他留下一個感受 只是 也許 那些可憐的靈魂 困在房子中的那些 他們終於找到了平靜 恩... 你們覺得這故事怎麼樣啊 那遊戲兩個結局就是這樣啊 第一個你沒逃出來 你變成了這邊的亡靈 然後房子還繼續存在著 大家在裡面受苦鬆難 第二個好結局就是房子燒掉了 大家投胎去了這樣 那玩到這邊啊